学佛念经 让折磨我多年的结石神奇消失 儿子也如愿考上名牌大学 下面我来分享 学佛念经后的灵验事例 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做过三次圣结石手术 我感觉别人的圣结石 都挺容易治愈 我却那么难痊愈 在2021年 做完第二次手术后 复诊时又查出来有胆结石 另一个肾也有了结石 而且我的血也不好 今年2022年3月 我放了一个月左右的导尿管 之后又开刀 做了第三次圣结石手术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个因结石做了三次手术的肾 还会不会再长出结石来 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我把自己亲手经营了十几年的洗衣店转让了 在家修养了两个月左右 也许是我前世中的善根福德吧 我的佛缘成熟 2022年5月15日 我在准备找份轻松点的工作时 恰巧到了一位修心灵法门师兄的店里 师兄问我 是不是吃过很多活杀的动物 还有 如果有打过胎 也必须念经超度它们 不然这些灵性业障在身上 不是影响身体 就是阻碍事业 只有学佛念经才能彻底根治 而我们学佛前 总是在不懂因果的情况下 犯了因律 还愚痴地以为动物就是给人吃的 师兄给我详细介绍了心灵法门 但当时的我还是半信半疑 师兄又给我看了师父的图腾视频 和师兄们的学佛灵验事例分享 我就决定要试试念经 反正念经也不用花钱 师兄还教我先根菩萨许个愿 一个月吃两天素 终生不杀生 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好好修 我都一一照做了 刚开始几天 我读经都读不顺 生辟字太多了 师兄就鼓励我 再读几天就好了 师兄知道了 我六月八日要去检查身体 叫我要精进 早点学会 检查之前许个愿 说不定去医院一查 那些不好的都没了 应该是这位师兄见过的灵验事很多 才会这样说 我当时还说 不可能的 哪有那么容易 就那个胆结石都没那么容易好 在2022年6月6日的时候 师兄对我说 你后天要去检查了 你先许个愿吧 说不定会有惊喜 我按照师兄的建议 许愿念108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金者 许愿放生1000条鱼 身体好了 我一定现身说法 2022年6月8日 我在医院拍片时 医生检查后对我说 没有结石啊 我说 我有胆结石 请你查仔细点 我还把去年拍的影像片 都拿给医生看 但医生还是说没有 我说 左肾也有两颗小结石 我右肾 做第一次手术时 我就知道的 医生说 真的都没有结石 我心里很激动 但我还是不放心 我让医生 再给我查仔细点 医生也觉得很奇怪 他来来回回 查了四次 最后他说 真的没有结石 只有右肾 有一两个细细的阴影 当时的我 真的很激动 结石真的彻底痊愈了 太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了 折磨我这么多年的结石 真的神奇的 就这么消失了 没有了 我再也不用每天喝药了 血肠规检查 我的血液也没问题了 佛法 真的能创造奇迹 当时我就下决心 把之前每个月 喝药的200欧元 用来放生 农历五月初一的前几天 师兄说 初一带我去意大利米兰观音堂 拜菩萨 师兄建议我许愿 多加两天吃素 我当时回答师兄说 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但那天去观音堂 拜菩萨时 在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我许愿 终生吃全素了 之后 我又跟师兄说 我儿子还有十几天就要高考了 我儿子学习很认真 但不知为什么 他每次考试时 都发挥不好 师兄说 是有业障阻碍他 我听师兄的建议 我每天帮儿子 念准题神咒四十九遍 直到他发榜那天为止 我让儿子考试之前 吃素一个星期 在考试的头一天晚上 我带着儿子念诵经文 因为儿子是在国外长大 读中文经文 对他来讲相当困难 我就陪着他读 我念一句 他跟着念一句 那一晚 我们一起读了三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二十一遍准题神咒 第二天考试的大清早 我又叫儿子 跟我念三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二十一遍准题神咒 之后 在他考试的时候 我就不停地念心经和准题神咒 求菩萨保佑儿子考试顺利 考完试 到他成绩没有发榜之前 我每一天 替他念准题神咒 一百零八遍 过了一个星期以后 儿子跟我说 妈妈 我已经被米兰理工大学录取了 我听到的当时 那个激动的心情啊 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 唯有感恩 由衷的感恩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心灵法门 通过这两件真实的世界 使我更加坚定信心 一定要紧跟师父的脚步 学佛修心 广度有缘 无限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感恩师父带来这么殊胜灵验的法门 真的是谁学谁受益 所以有缘能看到我的真实分享的人 一定要珍惜佛缘啊 希望你们能早点拿起经书 学佛念经 离苦得乐 改变命运 我的分享结束了 在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拿摩释迦摩尼佛慈悲原谅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兄们背